这是国内看雪最美的一趟列车 一路穿越大兴安岭 坑遍乌松临海 全程十几小时25分 下午4点10分出发 走进车厢晒晒冬日暖阳 5点21分 窗外积雪变后逐渐出现乌松 晚上7点走到火车的连接处 感受零下40度 你看看前面 超乎都冻起来了 凌晨1点49分 路过加格达旗站 下车帮列车员拍了张照片 非常感谢 第二天9点35 抵达中国最北的城市 墨河 这里的一切 皆是关于最北的幻想 最北村庄 最北哨所 最北碑界 最北邮局 有冰花在黑夜绽放 有迅路守护雪域森林 冬天的挪威不差 日是中日大雪 适合看雪的国家很多 但祖国的雪 你一定不能错过